两年前九份汽车路 也就是102线到13.5公里的边坡 是发生了大面积的摊坊 之后就失作了挡土墙巩固 而这挡土墙失作多年 又位处汽车路和轻便路的交叉口 来往车辆很多 公所就将挡土墙美化 加上矿工意向 晚上还有打光 里长就说 晚间看起来根据亮点 成为地方另一个新特色 九份地区因为下大雨 导致边坡土石滑落 死有所闻 而在102线到13.5K处 两年前发生大面积土石滑落 令人触目惊心 所幸当时并未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之后公所也失作挡土墙 防止边坡土石再度滑落到道路上 只是挡土墙只是简单的洗石子 为加强观光区的景观 公所最近将墙面挂上许多矿工意向 这个本来是一个挡土墙 因为这个是会落实才做出来的一个挡土墙 那刚好这个是在我们宋德里要进来的 宋德里一个门面 那非常感谢就是我们邱习心邱老师 里长表示现在不论凭假日前往九份地区游玩的车辆很多 而这块挡土墙是车来人往都可以看到的明显处 公所将邱习勋老师的作品挂上墙面 成为观光另一处亮点 这个意向真的是有这个特色 这个在九份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 那我真的是也非常感谢我们本区的议员林议员 当初也有来这边会看过 还有观光局这一边也有腾出金会来 那当然是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区长 还有我们区公所的主秘各单位 刚刚有讲了我们的邱老师跟我们地方的人士 真的是谢谢 公所表示在墙面挂置矿工意向的艺术装置 是采用不锈钢加烤漆 所以不容易因为大雨而腐朽 之后也会针对墙面周边进行绿美化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